维持良好的生活环境 这减少垃圾量落实资源回收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而位于云林湖北的 慈济资源回收站 就跟村里社区共同合作 举办了环保教育工作坊 宣导垃圾分类的观念 县长张立善这天也来视察 回收站的工作情形 并且呼吁大家 一定要确实的做好资源回收 纸和塑胶和铁罐工作人员 一件一件再进行分类 这是虎伟慈济资源回收 教育站的回收状况 做好资源回收再利用 要让垃圾变黄金 今天云林县长张立善 也来到现场视察回收的情形 我想每一个看起来是垃圾 但是事实上是我们的宝 那我们如何让垃圾变黄金 那就看大家 是不是能够把我们的 所有的这些废弃物 我们的垃圾呢 能够做好彻底的分类 那我想这个对我们的环境 有很大的帮助 为了呼吁大家做好资源回收 减少垃圾量 虎伟慈济资源回收站 除了平时的回收工作 也跟村里社区来合作 举办环保教育工作坊 要将环保的观念 推广落实到各个社区 所有的师兄师姐 带领着我们云林县 目前所成立的资源回收的 这些村里 那成立工作坊 那希望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 环保教育 让我们村里所成立的资源回收工作坊 能够将清净在源头的概念 能够更加的落实 因为也没有到 有可能这个议会 也有可能 会让监督物品刺商的风险 也辛苦努力 来替我们的环保 尽心尽力 我相信 让他们领头来做 日后我们的社区也会对你来做 让我们的富贵 让我们的台湾 让我们的社会 减加 幸福 美兰 除了教育民众回收的观念 县政府也成立社区的资源回收站 透过做回收换奖励的方式 增加民众资源回收的动力 并继续提升县内资源回收的总量 那我们希望说 各个村里都可以来设立 所谓的资源回收站 那我们也会请 慈激这边来协助 把我们做一个训练 那另外我们现在也会在一些 目前有13个村里的回收站 我们也开放给民众来用 资源回收 兑换我们的一个数位纽币 那我们希望说 整个全云林献民 来共同来做资源回收 那降低我们的一个垃圾的一个 处理处理的一个成本 那也避免我们造成一些 环境的一个污染 为了让生活更加美好 除了减少垃圾量 更要确实做好资源回收 希望大家共同来回护生活环境 记者邱显成采访报导